我本來帶上飛機然後今天當然來試試看 就是那個白年薩定魚罐頭 它其實包裝拆完之後就是一個很白的 它只有外面沒有弄包裝脂肪 然後裡面基本上是罐頭本來沒有上色的 然後這個罐頭聞起來是香香的啦 就等一下試試看 罐頭裡面是是整塊的 對然後把它稍微切開來 然後罐頭通常就是這樣 它那個骨頭都已經變成應該可以直接吃的狀態 然後看起來裡面是沒有太多的內臟啦 它應該是有清過 那麽應該是不會這麼乾淨 里面講魚應該會是更髒一點 可以來試試看它的味道 配兩片都市夾著吃 試試看 它聞起來是不會太臭啦說真的 我覺得這是魚耶 裡面又特別好吃裡面特別難吃 吃起來就是魚的感覺 最後一天在Proto最後一天 其實最後半天啦 然後今天天氣超級好 如果今天天氣這麼好就好了 所以今天是禮拜天 禮拜天大部分店就是不會開 然後之後基本上都還是這樣 其實葡萄牙也是 只是拍什麼東西都漂亮 看起來也蠻漂亮的 外面拍也是很漂亮 他們這一代就是比較多種 就是文創的東西 雖然不是文創 他就說比較多Painting跟Sculpture 然後今天雖然是一百天 但是人少 那我覺得還是逛逛蠻不錯的 一路上看他們這些塗鴉 但是都是比較正式的塗鴉 跟那個里斯本那些畫Runch Buzzel 比起來是好多的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覺得逛起來蠻不錯的 今天太陽是超級大的 超大的 好去找找 這很漂亮 然後一樓就是像賣那種果風小鋪的東西 看起來是整條街都是這樣 鋪那個人情島 這基本上這裡沒什麼車子 他沒有假日市集 今天跟台灣假日市集 賣的東西也差不了太多 手工衣啊 其實跟經紀生紀念品商店也是蠻像的 看得很漂亮 拍照背景 那前面有個奇怪的街頭藝人 在跟一個假人跳舞 他們的甜甜的看起來超好吃的 昨天剩下來的豬肉 就很多了 然後一樣炒了店頭高麗菜 然後昨天的飯 其實感覺就蠻多的 然後現在要走去他們的地鐵站 搭車去機場 他們只有一條紙線可以直接搭到體鐵 搭到機場 現在蠻方便的 我覺得他們都有 地鐵可以直接連機場 真是很便利的一件事 然後今天現在晚上變超冷 就是現在下午啦 比白天更冷多了 一張2.6歐就可以搭到 Airport 只會要等一段時間也好 然後剛才旁邊有個超熱情的帳戶人員 跟我們講說 就是機場可以寄 那個密晶片 所以還不錯 就不用再跑了 可以搭到機場的車 大概就是這樣吧 看見沒什麼地方可以坐機的 不拉機的 默默就來到機場 其實蠻快的 然後還有彩虹 對 那個彩虹 畢竟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下起雨了 蠻詭異的 我們現在是找那個 靜明晶片的那個油桶 所以就 有Uber的廣告耶 蠻妙的 對 就是一個小機場啦 蠻乾淨的 油桶要投哪裡 結果他說 隨便投一個都可以 不知道是騙人的 嗯 因為怕被 海關擦扣 所以就 來吃一下這個 另外一個魚罐頭 我現在整個就是 超怕這東西滴到我腿上 因為它這個裡面都是油 你知道嗎 整個就很空 我本來因為這魚子 其實根本就是魚肉啊 嗯 味道不差啊 魚肉有點硬硬的 倒是真的 其實比起說好吃 不如就是普通 嗯 大概就是 魚罐頭可以做到 跟一般正常的食物 味道差不多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算不錯了啦 這邊有賣所有牌子的 至少大牌子的 至少大牌子的 都要買啦 然後這個價格就是 稍微貴一點點 貴個一兩塊這樣子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貴一點 就是 因為是Runner Air 就是聯航 它就是 登機門又是一個很怪的地方 然後待會又是在等 車子 所以大家又擠在這個地方 就一堆人擠在這個地方 等啊等 你看 夕陽是蠻漂亮的 整個景色很好 我要跟大家說掰掰了 應該 十年內可能都不會再來了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輩子都不會來 但是不知道基本上就玩片了 飛機更小 它是3.3的座位 超級小 超級擠的 然後目前我右邊沒坐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有人